对对对 是的是的 我特别赞同 而且你刚刚 我还想补充的一点 就是其实你有讲到的说 就是能够做出那样 主导性创新的 比如说从民族品牌 走向世界品牌的 其实往往更多的是 需要有这种复杂背景的人 你其实像苹果原来的 那领导者乔布斯 他不会写很厉害的代码吧 但是他就是能把苹果 这个产品 这个品牌打造成 世界文明的这么一个品牌 而且你包括像很多 的跨国品牌的公司的CEO 你其实都看有很多的 那些复杂背景的经历 这个复杂背景的经历 也许包括了说 在各个国家 有很多地方生活过 也有可能说是 你比如说像乔布斯 那时候还特别流行冥想 在印度找个师傅之类的 这类各种各样的复杂经历 就是你刚才说 那个就很好 就是乔布斯这个人 是个什么人 他是听说印度冥想 他就直接就去印度了 80年代 那个70年代 就是你想现在中国 现在不用说有几个中国 有几个美国人说 我为了学冥想 我直接去印度 乔布斯他家也不是有钱家庭 他家很穷了 他父母 交不起他上大学的学费 就这么一个人 就突然间居然去印度学冥想 他多么不靠谱 咱们中国观察 多么不靠谱 美国大部分家庭革命 也是很不靠谱的一个行为 就是什么 敢想敢干 就是打破一条空 我就能怎么立 对不对 我说不干就不干 能怎么立 人生这种 都有点年少清床的镜头 年轻时候的干几件这样的事 这才是有意思 而且乔布斯这个人 他之所以他能够 他有这么有创造力 是因为他复杂经历 给带来什么 他能把两种不同的想法 给连接起来 乔布斯他不是有一句话吗 他说最好的产品应该是 技术和自由技 就是Labor Art和Technology 这两个东西 加在一起结合的产品 苹果产品 它既有技术先进 它既有人文的那种设计思想 所以我把这两个都结合 但是说您的这两个都懂一点 您的都有点复杂的经验 才有复杂的思想 有复杂的思想 你才能把不同 和亚本的两个领域 把他们联集在一起 把这件事 这样的人是绝对是主动的 我既不代表这个领域 也不代表那个领域 我能看你 我俯视你这两个领域 我把你联集在一起 反过来说 如果说我就是个工程师 你不要跟我谈艺术 你不要跟我谈人文 我啥也不懂 你那些没有 我就会学代码 像你就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你这个思维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所以说这一切不是集团 这不是说说这些都没有用 这些东西非常有用 这是中国下一步 最需要最最需要的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非常容忍 各种个性发挥 非常容忍复杂的经验 然后我们就是社会变粉了 我们才能创造复杂